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2024年,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IFA2024前夕,高通技术公司宣布推出骁龙X Plus 8核平台,扩展其骁龙X系列产品组合,为更多人带来多天电池续航、出色效能和AI赋能的Windows 11 AI Plus PC体验。 这代表着其开始更深入打入英特尔的核心领域。 这一骁龙X Plus平台采用8核高通Orient CPU,支援超快响应速度和效率,同功耗下实现比竞品高61%的CPU效能。 而竞品在同效能表现下,所需功耗要多179%。 该平台采用集成GPU,支援多达三台外接显示器,确保卓越绘图效能和沉浸式视觉体验。 强大的45Top 10PU是骁龙X Plus 8核平台的核心,能够带来出色的AI处理能力和领先的每瓦特效能。 结合该平台在连接方面的显著提升,将推动实现超便携设计、出色电池续航,并将生产力提升至全新水平。 无论是随时随地创建演示文稿或进行视学会议,该平台的多功能性将赋能变革性的体验。 高通公司总裁兼执行长安萌表示,得益于他们的突破性NPU,骁龙X系列平台支援了首批出色的Windows 11 AI Plus PC,开启了个人运算的全新时代。 借助骁龙X Plus 8核平台,他们正在为更多用户带来变革性AI体验,以及高能效客制化高通Orient CPU所具有的行业领先效能和出色续航表现。 他们很高兴,能够与全球领先OEM和零售合作伙伴携手拓展高通产品组合,赋能企业客户和消费者。 华硕消费电子事业部副总裁Rangoon Cham表示,他们非常高兴看到骁龙X Plus 8核平台将Windows 11 BI Plus PC体验的变革性力量带给全球更多用户。 华硕致力于让ProArt PC13这样的前沿技术汇集所有地区和用户,与高通的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 微软Windows及设备公司副总裁Tauvin DiVolori表示,高通此次推出骁龙X Plus 8核平台,延续了自5月以来,Windows 11 BI Plus PC所带来的惊人能量和势头。 这一突破性平台带来了全天候电池续航前所未有的出色效能和效率,并通过强大的NPU将AI赋能的Windows体验带给更多用户。 他们将继续与高通在整个Windows生态系统中紧密合作,共同推动Windows 11 AI Plus PC实现更多可能性。 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英特尔也没有闲着。 英特尔酷睿Ultra 200V系列处理器也几乎同时上市。 该系列一共包含9款处理器,CPU均为8核8线程,GPU和NPU的核心数量会有所不同。 其中,最快的CPU一核比上一代快68%,P核则快了14%,最快的内置,GPU首次推出全新X12绘图V架构, 平均提升30%的行动汇图效能。 最高AI效能CPU、NPU和GPU整体算力高达120TOX,直接拉高AI体验,最高效X86,整体功耗降低50%。 在低功耗方面,这里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英特尔对低功耗岛Low Power Island做出的改变。 它把Lunar Lake核心数量和快取增加了一倍,达到4M和4个内核,并将一核从Crestmont更新到Skymont。 英特尔使用各种电源管理技术,包括Thread Director,通过这个低功耗岛以低功耗来实现效率上的大幅提升。 当然,英特尔就直接开始向高通猛开炮火了。 而除了高通之外,AMD也没能逃过被英特尔拿来公开做比较的命运。 例如在电池寿命方面,英特尔就表示已经超过了AMD和高通。 由此,在搭载英特尔库瑞Ultra 200V系列晶片之后,AIPC们的生产力也迎来了蜕变。 每线程处理效能提高三倍,峰值效能提高80%,续航长达20小时。 不仅如此,全球顶级的OEM和ISV们纷纷前来站台, 例如谷歌、微软、联想、戴尔、惠普等等。 虽然新品看似不错,但在英特尔传出,财源及营收大幅下滑之际, 该公司还放弃了之前制定的Intel 20A节计划点, 或者至少它不会出现在任何桌机处理器中。 英特尔9月上旬图宣布, 它不再计划在即将面向消费市场的AeroLake处理器中, 使用自己的Intel 20A工艺节点, 将把资源从开发自认等效2奈米的Intel 20A 转移到较小的自认等效1.8奈米的Intel 18A节点。 该公司表示,目前正在使用外部合作伙伴 来制造AeroLake所有晶片组件。 报道猜测,外部合作伙伴很可能是晶片制造商台积电。 英特尔对AeroLake处理器的唯一制造责任是, 将外部制造的晶片封装到最终的处理器中。 此前在2021年,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制定了一份路线图, 详细说明了英特尔将如何从14奈米节点 转向更小的制造工艺。 英特尔20A的发表本应开启英特尔所说的爱米时代。 届时,他们将不再以奈米为单位,测量电晶体尺寸。 但英特尔将把资源从开发英特尔20A转移到较小的英特尔18A节点。 他们可以将这种向英特尔18A的转变, 解读为英特尔向更令人兴奋的未来技术迈进。 但考虑到英特尔长期以来的路线图, 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鉴于英特尔最近面临的困境, 很难不认为这是失败。 今年8月,英特尔在财报电话会议之前宣布将裁员15%。 在那次电话会议上, 英特尔报告了历史性的收入下降, 导致投资者起诉该公司。 不过,英特尔还是指出, 英特尔18A是英特尔代工厂的尖端工艺节点, 有望于2025年投入生产。 该公司表示,将资源集中在英特尔18A上, 也有助于优化工程投资。 目前,英特尔18A每平方厘米缺陷数量, 已经达到D0小于0.40。 从经济角度来看, 现在进行过渡是合适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此次节点变更之前, 英特尔在2023创新大会上, 首次演示了在英特尔20A节点上, 制造的AeroLake处理器晶圆。 这表明, 这些晶片的开发周期已经很久。 当时, 英特尔表示, AeroLake将于2024年上市。 此后, 业内传言称, 英特尔20A节点, 即用AeroLake系列的一部分, 其余部分将使用台积电节点。 而现在放弃英特尔20A节点, 则意味着, 其不得不全面依赖台积电的先进工艺技术。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